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達人 台股經過了一個週末 今天的漲點就比較趨緩一點 盤中最多還是一度漲了237點 中場稍微收斂到漲68點 收在今天的相對的一個最低點 但是還是漲 指數漲 收在16,410點 當然是創下一個波段的新高紀錄 所以這個多頭的架構目前看起來都沒有任何改變 但它的內涵就開始有點不同 因為前面是什麼大型股台積電 聯發科 聯電 日月光 漲翻天 雖然開完盤的時候 指數直接跳空漲了500多點 但大型股它不會天天漲天天噴 所以當整個成交的熱度 成交的能量開始釋放到 有一些非常漂亮的數字題材 數字走勢的 一些中小型股票的時候 指數的上漲的速度 可能會變慢 但中小型股票就會開始漲翻天 所以今年我認為 尤其是在上半年 是中小型股 大標 特標 狂標 狂噴的 最關鍵的事件 所以這段行情你要把握 全市場 最強股票其實都在我這邊 經濟科 上週三開紅盤 就亮燈漲體 禮拜四禮拜五 盤中都是亮燈漲體 我盤雖然沒有收漲體 到今天禮拜一 第四天 再度亮燈收漲體 三四九 三四九 所以這已經如我所預期的 如我所預言的 突破的歷史的新高紀錄 這等我們再來談 六四八五點去 尾盤也一度的亮燈所漲體 最後收盤打開 沒有收在漲體板 但意思也到了 因為封關那一天 我們唯一買到的一天 當天收漲體 開完盤 禮拜三漲體 禮拜四漲體 禮拜二漲體 今天又漲體 買完之後 連續五根漲體 所以我就說 小天玉 當之無愧 然後 前面先抵下去的秦函 尾盤差一檔量增長平板 最高差一檔量增長平板 股價也漲回到130 接單都接到半年之後了 營收一路上高 股價怎麼下去 它就怎麼回來 怎麼下去就怎麼漲回來 上禮拜算說我們已經換股換到松漢的敦泰 今天是量增長平 只要買109塊半 這不是最標準的V型反轉嗎 為什麼 因為圓圓分營收稍微掉下去 但獲利還比12月份更好 都是超過一塊 代表它毛利更高 那就像我說的 我堅持買的都是金蘋果 我們幫你精挑細選的 都是所有的各個產業 各個領域 數字最強 最爆炸的股票 就算當時可能遇到什麼市場環境 什麼結帳 或者長價錢 或者一些短期的 不是那麼真實的負面的利空因素 打下去終究要漲回來 更不要說當初的天譽 買在63 到上禮拜的最高是224 這些都是我們操作的 非常重要的核心肢股 那再來我認為大型股還是會漲 但不會那麼瘋狂 所以未來從2月底進入3月份 待到第三季前 這段時間會是小型股大噴特噴的時候 那從去年你看到我們在做什麼 天譽啦 金星科啦 金利科啦 跟最近的點序 中小型股 尤其是電子股 尤其是像 IC 生股這種標的 這都是鄭老師最擅長的標的 也就是說未來這半年的時間 台股的中小型股的噴出行情 只要你跟著我做 只要你是我的家族成員 我們一檔一檔抓那種 三四成四五成的獲利 再翻個兩檔三檔下來 其實要賺一倍真的不是難事 真的不是難事 所以未來這半年 你一定要跟著上次做操作 與金星科為例 2月1號 禮拜一 因為販產交易嘛 所以從282 跌個大概三天時間 先跌到個200.5元 就當天從200.5元 反轉向上收223 由黑翻紅 低點拉到手盤下 拉了超過10% 然後我說這個低間買盤 非常的強勁 當天交代完低點之後 從此之後你回頭 想再買200塊的金星科 你再也買不到 再也買不到 隔天到22 漲點買是245 再隔天整理一下 然後再隔天收247 之後呢 開紅盤掌勤板 271塊半 這是2月時間要禮拜三嘛 然後18號禮拜四 正老師因為身體不舒服請假 我就沒有意 當天最高也量增掌勤 好像是299.5 禮拜五呢 尾盤 也是亮天掌勤的319 結論第四根349 而且重點是他已經創了 掛牌的新天價 所以前面我怎麼講 我說 從月線來說 當初33的天價 陳家亮就這麼一小撮 過去這半年一年的時間 陳家亮是過去14年前天價的 大概有10倍的 所以就說在這14年 大概抱不住的 早就已經換手 不曉得周轉率幾次去的 換了幾輪去 那一些大股東董監事 不願意賣不能賣的 等了14年等到 哇 有史以來 霹靂大的一次的轉機 這邊除了加碼 我告訴你一張都不會賣 所以早就跟你說 343的高點不是高點 絕對不是壓力 所以今天來到349 就順利的突破前面的天價 已經創歷史全新高價 那創歷史高的意思就是說 前面沒有任何的套牌壓力 所以上漲是 不存在任何的反壓 所以從這個位置起 你沒有辦法預設 未來金金可樂高點在哪裡 所以就看他未來業績走向 業績如果爆炸好 股價什麼300 400 500 600 700 800 1000 2000 3000 都是有可能的 就看到未來業績有多好 那先說短的 第一季 我估計要賺一塊半到兩塊 因為原業績營收 他都最厲害最早公佈 第一天就公佈了5912萬 你可能覺得就說好像還沒有很多 但金金科的部分 上個月是1.26 原業績其實我一點都不意外 我早就跟你說第一季他會賺得比金金科少 因為我就說在前面 第四季是IP的路障的短暫的高峰期 因為10月份我就預告第一四季會很好 所以如玉期真的就一路上 高峰過了第一季會先下去 第二季會再上來 水營收從1.26億掉到剩下4367萬 他的水營平衡點大概是4500萬 元月份來說金金科是沒有賺錢 他是沒有賺錢 他是虧錢的 但股價呢 照標 今天一樣盤中差一檔漲停板 最高484塊半 第一季創意 今天亮燈所長股價480元 現在公司第一季大概都不會賺超過2塊錢 賺的都會比金利科少 所以我就說大家都同樣IP族群 我金利科賺比你多 你480塊500塊錢 我們也才349 所以光這個比價 根本還沒結束 而且金星科創意 力旺、愛浦、四星 大家都還在標啊 所以這個比價空間超級大 就明年來說 目前 今年主要收入都是 NRE的全力金收入 今年的接案 今年的開案 陸陸續續設計電路 到台積電市場 以後準備要正式投片 然後到第四季到明年陸續量產之後 目前根據鄭老師所掌握到的明年可能的一整年的投片量 我沒有辦法在這邊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因為那個可能領先太多 那我們當然還需要再做進一步的確認 但如果說我所掌握到的數字 如果說未來它正確而且發生的話 我只能跟你說明年當ASIC的處理器它量產之後 根據我的保守的估算 它明年EPS將會超過50塊錢 50塊錢 這是保守的估算 你要賺超過50塊錢 那我只說以市新來說 今年的獲利大概是 抱歉去年 它賺12、3塊 這波市新最高是1000塊 今年的市新 我估計大概可以賺大概25到30 股價最高 漲到1000塊 那假設明年的經歷科要賺超過50塊錢 那應該多少錢 那應該多少錢 所以就短言來說 它已經先達成我第一個目標 就突破天價 創了三四九天價 再來目標就是 比較經歷科跟創意 那如果經歷科創意下來 它可能更快超越 經歷科創意如果說再往上 那比價空間就更大 但我認為股價最上是遲早的事情 那明天在S個量產 如果EPS超過50塊錢的話 那未來要比價的恐怕就真的是事情 所以呢 從當初76塊就買 到今天收盤價349 整整獲利273元 獲利高達360% 360%的意思就是說 你當初在9月份的時候 你跟著買100萬就好 的經歷科到現在 其實我們不但沒有賣 我們中間過程 什麼980 90 100 120 130 160 185塊 那次加碼我想大家印象就很深刻 就算到上個禮拜 300塊我們都還在買 這中間其實 我沒有辦法每個都講 就是說當初 如果說在這邊投入100萬的話 到今天賺了360萬 它的意義是 100萬變成460萬 就買房地產也不會那麼好賺 就是說你跟著正老師買一檔 今天一顆你投入100萬就變460萬 那你知不知道我們 加入成員當初買最多低檔 買160張平均成本86位的那一位先生 後面加碼的我都不算喔 我們只算當初第一檔買的那一幣 160張86塊錢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今天早上我按了一個計算機 帳上獲利一檔股票4200萬 4200萬 所以你就知道說 我們的消費成員 在過去這一年多以來 他那個操作的資本翻三四倍 大有人在 買車的也有 換房的都有 而且資產還在膨脹當中 因為我認為 你說台股今年會是第一強的股票 我認為仍然是經濟客 即便從現在看 我認為空間最大的恐怕還是經濟客 所以我還是要講 就是說要操作經濟客 你就是儘管來找鄭老師 因為我們當初在七八十就買 告訴你說他接到大陸的 經濟自主的處理器的大單 他說大家都當作經濟客是騙人的 大家都覺得就是說 虧了十幾年的公司 怎麼可能接到大單 結果到現在股票突破三百塊之後 幾乎所有的法人圈操盤人 大家都開始認同他的Story 大家都認為他是真的 從現在看大家都認為好幾倍的空間 所以我就說這個才是主身段的開始 所以你要去找一個領先市場 長達三四個月的分析師的 眼光的這個分析師 就是鄭老師 要操作經濟客 不管你是有 未來想要賣在一個相對好漂亮的位置 或者你很想買 你非常認同 你真的不曉得怎麼切入 你來找我 我來帶你買 事實上我們上禮拜五三百塊也是買 那今天也是大賺 當然不是只有經濟客 比如說封關的時候 我們就說 愛一設計狂牛標股 六XXX就六四報的點序 剛也說了 今天是第五根漲停板 封關那天又漲停 開門盤也漲停 然後禮拜四我沒來也漲停 然後禮拜五也漲停 今天呢 印的時候還沒漲停 尾盤也是量身漲停板 所以說就五根漲停板 那五天就賺了大概接近五成 主要是因為Nanfresh Control IC 目前也是一樣缺到爆炸 我講的可能 公信力不夠 你就去看群年董事長 潘健成他說 NanfreshControl IC缺到飯 所以群年在過年前 先漲了五成 Control IC的部分 後面陸續要漲 所以當大廠漲五成 市場已經缺到爆 這個就跟天域一樣 就說聯勇漲多少 過去二線的報價比較低 但市場都缺了 一線的買不到 二線的也通通都要 所以二線的 這個未來可能漲幅可能會更大 毛利率會跳得更兇 就跟天域的故事一模一樣 而且重點是聯電第二季 Support他非常大量的新產 這個才是重點 當初天域為什麼標 為什麼從六三標到兩百多塊 就是因為除了缺貨漲價 而且集團內部下補支援 他最大的產能 而成為最大贏起來 典續呢 因為有聯電Support大量產能 所以第二季營收將大爆發 EPS會三級跳 所以我就做天域的故事再來一次 所以當初天域買六三標到兩百多塊 典續買六十塊半 到今天也最高八九塊七啦 一買就五個 所以鄭老師堅持買的都是精品股 就像我說的嘛 我們堅持買的都是精品股 他們都有最好的毛利率或者營益率 最強的EPS的成長 最厲害的成長性 最好的試占力 所以你是加入成員你就非常幸福 因為我會照顧你的資產 照顧你的玄顧 但你買都是最棒的精品股 照顧你的操作有短的有中的有長的 天域是算中期 經濟科現在四個多月了 說長也不算長 但是它就是一個比較長波段的操作 最後給你什麼樣的績效 天域150% 經濟科到今天是350% 你說你去參加哪一個國內的共同基金 哪一個基金的績效 從去年的9月份到現在 不要說350%啦 有沒有35%我都不知道 我們是一檔股票350% 所以我可以很有自信的告訴你說 你今天來成為我的家族成員 我給你的績效 絕對不會輸給國內的任何一檔 共同基金投信操盤的績效 我想這是放在市場上大家都公認的事實 所以歡迎大家都來跟著正老師做 不管是你要操作經濟科 或者操作未來一檔又一檔全新的精明股 我認為都可以跟著我做 那現在已經進入到2月份的下旬 所以我已經開始ready 3月份的全新的布局 那我們現在鎖定3月全新的中亞股 那很抱歉 代碼目前我都得保留 連幾開頭我都先保留 因為我們家族成員很多 自己買可能都買不夠 那萬一流出去的話 可能我們其他人真的都不必買 因為大家都太想知道我的標題是什麼 所以全新3月的中亞股 這樣股票將會非常重要 因為它是公司成立以來首度打入Apple的供應鏈 首度打入Apple的供應鏈 本來就是一家還蠻賺錢的公司 當可以打入Apple供應鏈的時候 第一個它的技術受到非常大的肯定 它的生產 它的製程 它的產品的品質 它的良率 它的技術的層次受到非常大的肯定之外 當3月中開始拉貨 那你也知道Apple的產品量就大 營收將會保重 所以就好像當初 康空本來默默無聞 幾十塊錢 當它首度打入Apple的供應鏈的時候 股價一路衝到600多塊 所以同樣的故事 同樣的故事 所以天譽跟點序之後 又是一檔超級大標股 所以今天如果說你想知道這檔股票 你知道來電說出通關密語322X 這個就是我們這一波賺350%的最賺錢那檔股票的股票代碼 就是今天通關密語 然後來電說通關密語322X 這個X自己補上去 就可以得到今天這檔最新的3月中壓股 這是這檔最新的標股 希望大家3月份一起賺大錢 等會我們再聊其他股票 好 歡迎回到現場 那因為我今天時買的都是金銘股 而且都是數字最強最強的金銘股 所以當股價在表現的時候 那都是非常非常強悍的 比如說點序連續五根掌停板之後 那松翰 今天盤中一度的也極限拉升 再創93塊7的波段的新高 從上禮拜三就掌停 那禮拜四我沒有印到 禮拜五也大漲尾盤 我記得也是收掌停 也收掌停 那今天盤中又最多漲6.7% 短短的一天兩天三天四天買76塊 到93塊7也賺了17塊7也賺了23% 點序是五天賺的接近五成 然後松翰是四天賺了23% 雖然沒有點序多 但他稍微比較大支 這仍然是一個非常漂亮的績效 可能再過兩天就超過三成 試想如果說你常常一兩個禮拜 可以賺個三成獲利 那三堂股票那不是一兩個月之內 你就可以翻一倍嗎 所以為什麼我們過去這一年以來 很多的加入成員的資產可以翻個三四倍 就是這樣做的 一檔接著一檔 MCU大缺 德州又停電 供給更近 第二季進入旺季 聯電第二季support非常多的新產能 他會是這一波大人家就跟點序一樣 所以點序會標 松翰也會標 今年要賺七到八塊錢 我想這兩家公司股價未來都是三位素質 都是三位素質的股票 那還有很多比如說秦凱 股價也V轉上來了 可能今天也沒有太多時間講了 那最新鎖定的是三月全新的重壓股 那首度打入Apple供應鏈 三月中要拉貨 營收會暴重 是天譽點序之後再一檔全新的大表股 想要知道這一檔全新的重壓股 全新大表股的朋友 今天你的最好的機會 就是打電話來說出通關密語322X 那就是經濟課的代碼 那你就可以得到這一檔最新的標股 我希望大家三月份都一起賺大錢 謝謝大家收看 順利明天再見